大家在平常生活中会选择去排便,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自己一天排便才算几次正常呢? 一般来说,粪便在形成后,由于结肠蠕动时结肠收缩,将饭便推向远端结肠,而这种蠕动一般每日二至三次。 但是大家在进食后,或者是早晨起床后,也会有排便的反应。 这是因为胃结肠反射,或者体位反射,而引起结肠组蠕动。 但聚集到一定量时肠臂产生一定压力,时就会引起排便反射。 正常排便的次数,一般来说,正常的排便次数应该是每天移着两次或者是两间一次。 这是粪便未成形软便,有时候如果因为上火,或者是较长时间不去厕所排便时, 粪便有时就会成较长样硬便,与正常排便相对的是便秘。 便秘一般表现味道便量少,排出粪便困难,或者是长时间用力排便,但是仍有排便排不尽的感觉。 这时往往长期无便意。 怎么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? 一,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不要饶夜,尽量避免酒做需要多做运动,不要吃得过保加重肠胃的负担。 再平常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,比如说杂粮,豆类以及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,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辛辣,刺激的食物来刺激肠胃。 减少食用煎炸和熏烤的食物,为了防止大便干脏,喝便秘平常更应该多饮水。 二,平时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,一般看来,晨起排便是排便较好的时间。 大家在每天晨起后选择喝一杯温水,可以有效的滋润肠胃,还可以刺激人体的生理反射,从而产生变异,将早起喝一杯温水慢慢养成习惯,改变不良的排便习惯。 有时候身体产生变异时,人为一致不去排便,一般来说会破坏正常的生理排便反射。 有些人还会选择在排便时选择看书看报,这往往会加长排便时间,不仅会干扰了正常的排便反射,还会导致便秘或者痴疮的出现。 3.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身心健康 大家也知道一个良好的心态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所在。 保持愉悦的情绪可以有效的促进人体的各项生理机能,尽量避免焦虑极到和不安等不良情绪。 每天兼联续有规律的有氧运动,有规律式运动可以有效的增加腹部肌肉的力量,可以增强外肠蠕动促进消化吸收,更有利于排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